现在开始起针 起针的方法是这样子 第一针 下面 然后把这针放在这上面 签子上 然后下一针 往上 然后再把它放在上 跨在上面 再往下 线在下边的时候 往上边 放在上面 线朝下的时候 这样 这样 现在怎么说呢 现在上边 就往下织 放上来 下面再往上织 现在我们起针的织法呢 是 是这种 上下针 你织上下针的时候呢 这个边 就挺厚的 就是这种 现在我打算呢 跟大家分享呢 这种 这叫 铜钱花 这种叫铜钱花 织什么都行 维脖啊 帽子 衣服都可以 织这个 织这个花呢 需要四针 四针一个花 好 现在起针的方法呢 好 这个边 是直上 正针和反针的边 是这样子 那 现在开始直 这是直下针 下针呢 直 上来 这个反针不直 再下去 正针直 线上来 不直 挑过去 正针直 反针不直 刚才是直 这针啊 下 下 挑过去 下支 还是直下针 上针不直 直下针 这个 这种织法 现在织片 像 织片 是这样 如果你织圆圈的话 如果织帽子的话呢 你像织帽子 是织一个圈的时候呢 就织法就不一样了 好 这个就织完了 这个主要就是 显得挺厚的 为了 为了好 为了 可以 那个 看得清楚呢 下面呢 织一行 正针 全都是 不行的 织反针 好 现在开始呢 这一行呢 全都织反针 全都是织一行 反针 刚才看到了 这是什么 这个边织下针 现在开始织花 织完了第二行了 第二行 下面织第三行 第三行呢 这个花啊 第一针 仍然是正针 然后呢 一二三 第三 第三个 第三个线呢 给它拨过来 第三个线拨过来 然后呢 织一针 长一针 空长 然后再织一针 等于它还是三针 然后第二个花的 一样 织上针 然后把它那三针的嘛 给它拨过来 织一针 挑一下 挑一个线哈 空 拨一下 这仍然是三针啊 第三个花 上针 织一个上针 第三针的呢 第三针呢 往这边挑 挑过来呢 拨过来 等于拨过来啊 然后织这两针中间呢 加一针 空加一针啊 这一针是边上的啊 现在只反过来啊 现在只反过来啊 反过来 反过来 织 上针 还 仍然是上针 这也织上针啊 反过来的话呢 该织上针的织上针 该织下针的织下针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花 就是 织完了一个花了 就是这个 这个帽子 这个地方 这个部位啊 这个花 就是这种花 一共是 一个花 四针 四行 一个花 可以了吗 好 今天就 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谢谢